我们一样就是 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七次上课 那我们total只有十次上课 十次上课要把Python讲的彻底 真的不太可能 只有三十个小 所以我们挑最重要的 所以前面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讲 在资料库已经讲到了 前面就是档案 所以今天的话要把档案 跟资料库串一起 也就是如果今天希望 我有一个大量资料 比如说学生成绩 会员系统 那当然假设是一个档案好了 我要怎么样把它倒到资料库里面去 好像会员资料 学生成绩 那它可能是文字党 可能是CSV 可能是Jackson 可能是什么呢 Excel党 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快速的 把它放到资料库里面 那为什么要放资料库里面 因为你要做任何事情 包含产生报表 视觉化报表 你都需要一个资料库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资料库 那你等于 就像有人学Python 最后学完之后 没有学到资料库 那没有学到资料库 那你干嘛学 OK 也不能讲这样 理论上我是觉得大部分的易用 都跟资料库有关 如果没有个资料库 你资料放哪里 OK你放在变数里面吗 变数你程式一结束变数里面的资料就消失了 因为变数是暂时存放资料的地方 OK所以通常会把它放到资料库 当然你可以放档案 可是如果你放在档案里面 档案它基本上没什么结构性 你下次要再读进来 还是很浪费时间 所以通常还是放资料库 应该是最佳的选项 好那我上个礼拜讲到 我们大家把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六次上课 所以上个礼拜重点就是第一个 你要了解这个所谓的字典 Dictionary这个资料形态 它跟串列最大不一样 串列反正都是放一串的 但如果你字典的话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两个串列 一个Key 一个Value 所以如果你将来 你要把字典的资料 再拿出来处理的话 那也许你可以怎么 把它的Key使 它的Key就第一 前面的资料 把它抓到一个串列里面 然后Values再放一个串列 分别再做处理 会是比较简单的方法 OK 那这个部分上个礼拜有讲过了 所以如果一些细节 假如有点忘记的话 可以回头再看 不然我们怎么样 把那个出入成绩的那个范例 加一个谁的成绩几分 谁 谁当Key 几分放Value KeyValue KeyValue 那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未来 我之前讲过 跟Jason 你可以串接 Jason 网路上的资料 倒到字典就刚刚好 然后其他的话还有 包含就是说 外部读取CSV 然后怎么样 把它再倒到字典里面 做处理 并且输出我们要的结果 OK 这个的话上礼拜 然后再来就是 怎么样 再来就是CQLite的资料库 的使用方法 那当然资料库 种类非常繁 繁 很多种 在Python里面最简单 就是SQLite 因为它已经内建了 所以你不需要 再去外面找 然后 不过呢 未来当然不只是 有这种资料库 可能比较常用的 像是 Mysql OK 那跟SQLite最大的差别 SQLite是个档案 它会放在 你自己的电脑里面 所以未来 如果你要跟 其他人共用资料的话 那恐怕你要想一想 可能你要架一个是 有点是那个什么呢 一个server型的资料库 那一个server型的资料库 跟档案型资料库 最大的差别就是说 如果你要共用的话 server型可能是一个 比较好的选项 但是如果server型的话 有一个缺 也不是缺点 你要多知道一些讯息 包括就是 那台电脑的IP位置 或者它的domain name名称 OK 我们才知道说 怎么连过去吧 OK 所以第一个 你可能要知道 那一台电脑的IP 另外的话呢 因为是多人存取 所以会有账号 跟密码的问题 所以大概会多 这三个东西 如果这三个东西 OK的话 那你就可以 把这个SQLite的范例 改成其他的 那个server型的资料库 最简单的用Mysql 因为价格买Seql 真的还蛮快的 我在我的那个云砖上面 其实也有放了一个 补充资料吧 安装环境 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SAMP的这个东西 这个SAMP实际上 如果说你要快速架设 Mysql的话 这个SAMP其实就等同是 Mysql的懒人包 OK 那不过这个SAMP 之前主要是用在哪里 用在架设那个PHP 就架设Web Server 就是那个网站的 伺服器上面用的 那因为以前 PHP会跟Mysql一起使用 OK 因为刚好现在 如果你只要使用到Mysql的话 这个装起来OK 而且装得非常简单 大概就只要几个动作就完成 所以如果兴趣同学 可以先了解一下SAMP是什么东西 OK 那今天的话 接着我们来 再来就是建立资料库 然后并且建立资料表 把资料写到里面去 所以写到里面去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用insert into 拿一个table 然后栏位是什么 values放什么资料进去 OK 然后并且怎么样 改成自动增加 也就是说写个for回圈 然后for回圈的话 让他run三次 写三个电话号码到里面去 OK 然后并且呢 再利用那个slate方法 把资料再查出来 OK 上礼拜讲到这里 我讲过了 其实你 Siklite至少你要学会 第一个 如何建立资料库 就connect 如果connect 假设已经存在 它会怎么样 就连线 第二个就是建资料表 另外的话会需要懂四个最重要的方法 其实就是一个指令 如何新增资料 新增之后的话就是 等于是写入 再来就查询 新增 查询的话等于是读取 OK 然后再删除 再来修改 其实大概就足够了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们在练习就是说 如何再把上个礼拜讲到的 我们上个礼拜 Siklite 我看到 这insert into这个 第一个范例 写入成功 那我这边是写入三笔嘛 另外好像有同学 有发问题 问到说那个什么 他怎么autoincreement 这个有错误 但是呢 其实跟各位讲 有些东西 那他说错 可是 他的错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错 因为我都是做对的 所以你做错了 因为而且我没有看到sauce 我不知道 那理论上 其实你只要照着我的这种 sample 去中应该就是会正确的 OK 所以如果有错了 也许你不如你就拿我的sauce 去比对一下 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做错了 就OK了 像好像同学有用另一个方法吧 然后我也要改那个错误 然后又有用另外一个方法 然后又问我 说真的我没有遇到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所以理论上 大概就是这样 我们增加一个autoincreement 这个主要就是说 这个编号的栏位 他会自己帮你加1 所以他从1开始 一直往下 OK 然后这个地方完成之后 我们就把它查出来 所以查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怎么样 利用一样的方法 把那个上礼拜 这是新增 这是insert 再来就是siclize2的话就查询 查询的话实际上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一样要inputsiclize3 一样要连线到那个资料库的档案 OK 因为是档案型 然后建一个cursor 资料表 那后面的话 我们就利用什么 跟那个资料库对话 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那个table02 里面所有的资料帮我带出来 所以我们下了一个语法 slate 这个信号指的是所有栏位 from那个table table02 帮我把它全部查出来 所以其实这个只是一个字串 只是你要丢给 资料库去执行的一个命令 然后最后的话 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一行 所以未来如果说你错 他可能不会是错第五行 一定会错第六行 为什么 因为你是把这个指令 丢给资料库去做处理 那资料库有个资料库物件 叫co.com co.n这个 后面最重要是用这个命令 叫deexecute execute有点像是 什么 总机通货 比如说你帮我传讯息给他 他有点像帮你沟通的一个总机吧 你传个讯息跟资料 把资料库收到之后 他看懂了 帮我把所有资料呢 那个哪一个资料 table02的资料全部都查出来 所以他会怎么样 前面tbg都一个等号 就是把查出来的东西丢到这边来 然后并且帮我把里面的资料全部再列出来 那列出来的时候为什么要多一个print 主要是因为他没有栏位名称 那我把栏位名称加上去 最后就输出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上这个是上个礼拜最后做错的 因为我在insert into有输入三笔 所以他也帮我把这三笔资料 就分别从那个什么 从这个cursor01的资料库里面 把这个table02的资料表去做查询 那回来的话就放这边 那其实他里面 这个里面其实就放这个了 就放这个里面 其实在记忆体里面 他就是一个资料表的物件 这个物件里面没有栏位名称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边多一个print的这个 这个实际上 就是因为他没有栏位名称 他没有栏位名称加上去print 不知道哪一栏是什么东西 那如果说我要分别把这些 通通都列出来的话 你就是用什么 用for回圈有没有 把这个cursor里面的每一栏 所以这个是for root roll的话是在这一个资料表的每一栏 每一列 每一列每一列帮我怎么样 一个一个的帮我读出来 所以我就第一列 第二列 ok 因为第一列 第一列里面的第一栏 它是一个数字 所以print出来 必须要转型 中间加一个tab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把资料给列出来了 ok 那后面的话 我们要再练习什么 如果我除了会新增的 新增三个了 然后也可以查出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练习什么 删除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删掉第三笔 因为第三笔这个会员 他已经退出了 因为他可能不加入了 跑到别的地方去 那我要删除掉他的话怎么做 ok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 某一个会员 他的电话号码变更了 那我要变更怎么变更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在那个sicle语法里面 做资料的删除跟修改 其实大概用来用去 新增查询删除修改 其实用在那个一般资料的处理上面 其实就已经相当足够了 ok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做资料的删除 那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的话我们这个练习完之后 那我们就是懂得去使用资料库了 所以 因为现在资料很少 才删比 那如果希望多一些的话 其实后面可以延伸什么 你可以再把云端上面 像之前我们练习过的什么 那个像会员资料 比如说在云端白板里面 我们有什么会员资料 这边有会员资料 member这个 如果我今天把它下载成一个tst好了 我希望把这些资料 帮我倒到资料库里面的话 该怎么做 其实照理人家 第一个你就把这些读进来 那读的话是一笔一笔读嘛 那你必须什么 进一个table 把这个里面一个萝卜一个坑的insert into 到那个table里面 有没有一笔 不过你可能这边总共50个人 所以你insert into必须要执行50次 有没有 这样的话他就逐笔 逐笔的帮我把资料 先放到资料库里面去 ok应该可以懂这个概念 所以后面待会我们就再延伸就把之前讲过的 如何开启档案跟如何建立资料库做串接 所以档案跟资料库要串接了 把外部的档案放到资料库里面 那里面用来用去其实跟上个礼拜做的其实不会相差太多 ok上个礼拜这个 只是说你可能要在这边找个地方先把档案开起来 然后呢当他读取某 table这个可能你要建一个table 刚好就是如果五个栏位你要建五个栏位的那个栏位给他 然后呢逐一的insert into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分别的把 读进来的东西放进去放进去放进去 ok这样的话全部资料都进去了 只是说他怎么做 我想应该知道了只是说他把它做出来 ok 其实好像大家都知道听都听得懂 做不见得做得出来 我想这大部分的一个状态 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最好是可以自己想得到的也可以把它写得出来 那将来我想你在做应用就比较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很多人说老师我学了Python之后怎么用 我还是不会用 因为你根本不熟嘛 对不对资料库的东西都忘光了 你怎么会ok 未来可能要做视觉化报表 但视觉化报表的资料还是来自于资料库 所以变成你一定要一直爬 爬到最后了 你才可以说你已经爬到山顶了 不然的话你其实都还在山脚下 比如你怎么样上到一半然后又走下去 上到一半永远都在半山腰而已嘛 所以这个地方后面我们今天 第六次上课 第七次嘛 所以我们规划其实真的很 第七次的话 第八第九第十还有三次 第三次要爬到山顶上 可能要用冲的啦 所以后面的话我们再下一次也许就要 开始讲一些网路爬冲 爬到东西也是放资料库 然后爬下来东西怎么样 可能要再输出吧 最后可能还是要画出一些视觉化报表吧 至少要把那个表跟图啦 图把它画出来 大概就做一个最后一周也许就做视觉化报表 做一个ending 那其实当然你说Python讲完了没 其实还没 正开始而已 后面的话还有很多应用等着各位 未来的话其实能用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不过呢都跟我们现在学的是有关联性的 你要做更复杂的应用 你如果是基本的东西不会的话 恐怕很难用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那待会的话呢我们就是新增嘛 insert into 所以关键的话insert into到哪个table 然后slater slater slater OK 然后再来的话我们要做删除 的类测 跟update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这部分